来了来了 什么东西来了 一斗大明星来咯 其实给力也是现在很夯的一个词 你本身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可是其实还蛮多台湾人好像不太了解 因为是太有点像是网路用语之类的 所以不懂的朋友呢 我现在跟你们说 给力的意思呢 就是给大家一些力量的意思 就是为大家加油打气的意思 所以这一次的专辑 其实我觉得整体感 还蛮有你给大家的这种印象 因为有一点点甜美 但是又很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缤纷 然后就希望可以散发出很多的力量给大家 那为什么叫做超给力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因为里面的歌曲 每一首都是非常正面 对 然后非常励志的歌曲 所以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力量 然后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也会在大家身上获得一些力量 那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我的名字叫Kelly潘嘉莉 是 所以就刚好给力的力量呢 就可以换成我的潘嘉莉的力 对 不过刚才有提到说 这次EP里面的歌曲 其实都很有正面的力量 因为很多的听众 大概听到潘嘉莉就会想到说 哎呦他以前有度过空姐 对不对 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吗 我从小到大都还蛮独立的 可是我觉得近几年 有变成健康的独立 所谓的健康的独立呢 就是因为人都是群体动物 对 那其实我们很容易依赖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我以前呢 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在台湾嘛 所以我都很依赖电脑跟电视 嗯 电脑电视 电脑电视 是 有一天我电视机坏了 我就崩溃了 对了 我就觉得这样是很不健康的 我觉得我应该要扩展一些 我的社交活动 所以你现在健康的独立 是不看电视哦 没有 所以现在健康的独立呢 就是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嗯 就是不要 不要只一昧依赖着一个东西 应该要少一些依赖 多一些真正的独立 就比如说一个人去成品啊 嗯 或者跟新麻方的朋友一起玩啊 或者找朋友吃饭啊 或者是一个人看DVD啊 看书啊 看杂志啊 找reference啊 嗯 之类的 所以 当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过于依赖任何事情 是 反而就是 人反而会变得更开阔一些些 刚才有讲到说 就是Kelly本身是很独立的人 嗯 但是你也是一个很坚持的人 对不对 像是在对于歌唱啊 音乐这部分 其实也真的是 从一开始出道到现在 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对 其实我的心路历程 也并不是那么的顺 嗯 嗯 可是我觉得一步一脚印这样子的过呢 反而会更珍惜每一步 或者每一个进步 或者每一个开阔的窗口 或者一道门 嗯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长寿歌手 我只能这样跟自己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 嗯 就是要正面 要去面对一些你想要到达的一些目的地 那其实我以前就会想很多 就会想 好我的Plan A 就是要当歌手嘛 那我的Plan B呢 就是可能找 可能如果不当歌手 我就要去工作还是什么 现在的我呢 就不会想Plan B 嗯 我现在就会 专心眼前的 专心好眼前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专注好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很容易就会变成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下意识里面就会知道说 哎呀这个不行没关系还有Plan B嘛 嗯 你知道吗 可是当你没有Plan B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只有Plan A 就是没有后路了 对你就是要冲 而且另外点就是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嗯 所以有一天 而且如果老天爷一直给你的路 或者开给你的机会 给你的一道门 就是让你可以一直唱下去 那可能每一步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 它就是要你学习 可能要你领悟一些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人走出来的路不一样 可是我相信 嗯 每一件事情有它的发生一定会有它的道理 嗯 那就Embrace it吧 嗯 不过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 妈妈跟妹妹听说有劝退你是不是 哦对对对 其实到现在还是会 那你都怎么回应他们 我就说 嗯 好如果有一天我需要跟你们借钱 你就离开 讲到这么现实的部分 对 因为他们其实 其实我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像我妈已经开始问我你有没有钱吃饭啊 就是为你好 有没有吃饱 真的就是为你好 对就是都是为我好 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 我们本来就是 嗯 很顺就很顺 很辛苦就很辛苦 就是没有中兼职的 嗯 可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 就是做音乐是一种兼职 因为我有很多非常好的榜样 比如说我的老师 李维松老师 他也是先从台前跟师兄老师一起当一个组合团体 然后后来可能没有很顺利 然后就变成创作人 然后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制作人 大小艺人都找他们唱 就是录制自己的唱片 那我觉得他们也熬了 昨天我才跟老师通电话 他就跟我说他不知不觉了也熬了三十年啊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走出来的路都不一样 像比如说我另外一个很 现在很仰慕 或者说很像很像他看齐的人是郑秀文 嗯 他从很高的地方 一度有让大家觉得他好像 有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 可是他在 嗯 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他自己 因为他坚持的要相信自己 所以一步一脚印也慢慢的爬起来 又变成了现在闪亮的郑秀文 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时机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路也不一样 可能我今天是用爬的 可能我明年就用跑啦 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 嗯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 也真的要看自己的坚持 我记得小猪哥有说过 就有罗志祥 他有说过 努力其实每一个艺人都有 可是坚持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要站起来放股掌了 不要这样 没有是觉得 真的很正面欸 就是 我觉得人一定要正面啦 嗯 我没有要说教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要正面 因为 我觉得你其实会走 就是坚持 然后又要相信自己 我觉得那个就是力量 对你就是要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你要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嗯 我觉得我这样说可能也有不好的一面 就是如果我决定了一件事情 其实就很难去改变 那其实这个跟死心眼 还有跟就是 就是跟 这是程度的差别 不能变通 我觉得这是程度的差别 对啊 就是看你喜欢 看你要怎么去看它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做出的决定 你要自己可以承担 对 嗯 没错 不过刚才有讲到一个 听说你都吃便利商店了 那是不是因为辛苦 对 那是因为方便 但是你很喜欢 对 因为方便 可能家会没有营养啊 还不错啊 欸 便利商店很多好吃的欸 又快 可是你知道我又不用装扮 再去 走到很远 再买饭吃 我就下个楼 然后买一买就可以回家 可是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已经看过潘加利本人 因为他本人实在是 太tiny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tiny 我觉得太夸张 所以就是 因为你很高 所以我就想说 哇 怎么会这么瘦小 然后我又在看报纸的时候 看到你说吃微波食品 我想说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所以我刚才就买了珍珠奶茶给喝 一定要给你多一点热量 没有主要是 我除了去便利商店 其实我家里也会堆很多干粮 嗯 因为我真的就很宅女嘛 所以呢 就不用出门 我就真的不要出门 而且我每次都被同事说 你真的很不合群欸 你这个小孩 是因为约你都不出去吧 对啊 或者说 其实我已经在外面了 然后我们工作结束 要去吃饭 去吃饭 你想回家了 我想回家 我就会这样 我会宁愿饿肚子然后回家 或者说我家里有东西了 那就不用 没关系 可是因为像 要跑宣传的行程啊 我觉得还是吃饭要正常 就中间一定会吃啊 对 可是你应该不会只吃零食之类的吧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种 我应该不算是吃零食的 可是我是一个很贪吃的人 但没有办法吃的很多 所以我是那种少量多餐 多餐型的 嗯 好就是营养药股啦 也为歌迷保重自己的身体 有我都在吃麦片啊 Food Sleep Bar 非常健康牛奶啊 她现在疯狂的一直讲她吃什么 真的我都吃的鞋 好啦 就是提醒你要注意一下健康啊 好啦 然后刚才其实有提到说 Kelly真的就是很乐观很乐观 然后这次在专辑里面的歌 也都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力量 像是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这首快乐搜寻 听说你在写这首歌交出作品之前 你有一个人去台湾的东部是不是 宜兰吗 嗯 对 就是有去玩一下 就是也不是玩啦 就是享受一下一个人的感觉 自己去哦 对啊 是忽然吗 还是 就是没事就去一去 反正宜兰又不用去很多天 因为我有觉得一个人的我在异乡嘛 很多时候除了朋友以外 那一个人要怎么找寻自己的快乐 我就想要把这个感觉跟大家分享 因为不是很多时候都会有朋友的陪伴 那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 一定要能够享受或珍惜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那喜欢宜兰吗 还不错耶 还不错耶 就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速度也稍微慢一点 对 当然跟台北比是很慢很多 其实我也很喜欢高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刚刚看出窗口我就跟那个我的同事说 欸你看从这里走到那里好远哦 可是从台北你这样看从这里走到那里其实很近 对 好远哦 这里好大 而且因为高雄感觉就是那个比较开阔 然后我们的这个播音室又有海可以看 对 你们这里的view真的是 多少钱 千金难买 好啦 所以其实这首歌也是主要告诉大家说 快乐其实真的是可以自己去寻找去搜寻的 对不对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这首快乐搜寻 同时呢也再次恭喜潘嘉莉发行的这一次自己的创作 EP 希望你这一张 EP呢可以大卖 然后自己好好的继续加油 继续创作好听的歌 谢谢谢谢 希望大家会喜欢 OK 拜拜 拜拜 HAPPY SEARCHING 快乐你在哪里 深深迷迷寻找你的踪影 亲爱的你 请别压意 也不需要哭泣的幸运 彼此能够相遇 来 拉来 来啦 来啦 大啦 大啦 Corporal 訓语 用最快的速度 把痛弄陵 寻逑到没有什么不行 算正有痛有美丽 不开心 往前飞不后退 我敢追不回来 看跌途不迷路 别放大镜看起 Happy searching 快乐你在哪里 深深迷迷 寻找你的踪影 亲爱的你 请别压抑 也不需要哭泣 多幸运 彼此能够相遇 Cry 用最快的速度 把眼泪晒干 在大小没有什么不幸 单纯又痛又美丽 不开机 往前飞不后退 我敢追不回来 看跌途不迷路 别放大镜看起 Happy searching 快乐你在哪里 深深迷迷 寻找你的踪影 亲爱的你 请别压抑 也不需要哭泣 多幸运 彼此能够相遇 Happy searching 快乐你在哪里 深深迷迷 寻找你的踪影 亲爱的你 亲爱的你 请别压抑 也不需要哭泣 多幸运 彼此能够相遇 彼此能够相遇 Happy Happy Surgent 你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